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高山植物守护者是龚俊在香格里拉参与的一次公益拍摄 因为龚俊参与的这次微风里一同行 就观看了公益短片《高山植物守护者》 短版的十几分钟的视频不足以了解全貌 且第一次打开了去触碰保护生物多样化 保护珍稀植物的大门 龚俊这次参与拍摄的正是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顾名思义 位置正坐落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 位于云南西北 是巅、川、藏的交界的 视频中一位阿老和龚俊说话 房先生怕龚俊听不懂 龚俊和邀请他们喝酥油茶的阿老说的 我是四川人和云南话还挺像的 所以即使与系不同 还是感觉会有一些相近 高山植物园是只建立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的植物园 它的科学使用价值是最主要的 眼型的代表有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四方鼎子高山植物园 卢山植物园 台湾高山植物园 四川都江彦华西亚高山植物园 里江高山植物园等 所以觉得高山植物园和普通的植物园区别还是很大 虽然门票才20元左右 但这打卡玩乐的功用要低太多 比如这个海拔 就要抱住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护才适合拔山涉水来观赏一番 据了解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前园长方震东先生在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时 看到很多我国的植物被带到他们的家乡就萌生了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植物园的想法 后来他放弃回中科院的机会留在海拔3000多米的香格里拉全新筹建高山植物园 现在他的儿子芳叶也作为县园长和大家守护在这里 高山植物园与我们常见的植物园都不同 他们需要大量科学的调查 监测 研究 营种 驯化 来守护珍稀宾微植物 随住公郡的视角 视频里看到了很多珍稀物种 其中一种叫中电刺霉 它也是香格里拉的试花 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不至于岌岌可危 视频里提到很多物种和目前的状态 关于和背后故事建议大家可以看快看视频 跟著方震动老先生和龚俊的脚步进行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龚俊用它充满美好 希望和生命力的旁白给这个视频赋予了更多的温柔和感动 看完视频并不能记住多少物种 而是透过一次浅显的了解 感恩默默为和谐生态付出的人们 珍惜热爱生活 像龚俊说的 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与守护 时间在不同的生命身上赋予了不同的东西 正如即使没有细致去了解龚俊这个行程 也能明白到龚俊是在和艾奥拍摄杂志的空档 挤出时间进行的公益之旅 然后又匆匆去剧组拍戏 驱车路程还是辛苦与否自不必说 他真的是踏踏实实做好的事 做对的事 正如龚俊希望的 坚信他在时间的滋养和环境的历练中 会开出自己的璀璨之花 也希望我们也在时间的长河里 给生命附上丰富的经历 哪怕是多读一本书 多会一道菜 多赔一次佳人 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 龚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